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这里是猪哥 今天又是关于一部雷泽雷姆斯的视频 今天为你们安利雷姆斯35毫米 T1.6 1.5倍压缩的变形镜头 非常奇特的是 和雷姆斯已经发布的三根全画幅镜头不同 这是超35画幅的镜头 很多射手一听到超35 就会想到残幅 APS-C 其实只要不能覆盖全画幅 就算差一点点也会被称作超35 如何定义覆盖的面积 则取决于射手自己 比如一根镜头能够勉强覆盖全画幅 但是边缘形变成像一坨屎 也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全画幅镜头 那变形镜头和球面镜头不同的是 大多数变形镜头的用户 对于边缘的形变 画质的容忍度要稍微高一些 这样就让雷姆斯35毫米 到底能够覆盖多大的面积更再有趣 当然镜头再有趣 也不如初歌有趣 喜欢初歌或者初歌的眼粉 别忘了点赞 关注和转发 那1.5倍压缩的变形镜头 对于微单来说非常友好 比如在16比9的常见微单比例上 做1.5倍的拉伸以后 就变成了2.7比1 只需要两边裁切一点点 就能轮到2.4比1的Cinema Scope 那在残服上 它的焦段还真有一点点实际存在的意义 和视角还有那么一点点直接的关系 比如压缩的1.5倍 可以和常见的APS-C的1.5倍的系数相抵消 而1.8倍和2倍的变形镜头 更多的和传感器的高度有关 它们的焦段的那个数字的实际含义 并不清晰 因为两边要踩很多 反正焦段就是越小越广 那可能别的品牌的变形镜头 有一些更广的焦段 但它们的覆盖面积光孔大小 可能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牺牲 但雷姆斯35的光孔高达T1.6 就算它是超35 也是非常恐怖的虚化之王 那变形头的视角本身就要宽一些 同样的构图比球面镜离背拍摄物体更近 加上T1.6 雷姆斯35的虚化完全不像一根T1.6的超35镜头 它更接近于T1.6的全画幅球面镜 当然能够做到这一点 在绝对画质上肯定是会有一些妥协的 但比较尴尬的是 雷姆斯是变形镜头 变形头本身就是瑕疵大放松 很多球面镜的瑕疵在变形头上都变成了特色 这些特色本身就是很多变形头追随者 所向往的特征神韵 那变形镜头的盛世美颜 完全取决于这些瑕疵是如何被呈现的 如果你是规整干净画质的变形镜头用户 那雷姆斯应该不是你的菜 雷姆斯作为最近一年市面上 异军突起的一股神秘力量 完全就靠的是对这些特征的熟念拿捏 做到了与众不同 特别深得复古镜头用户的喜爱 雷姆斯35的画质中央锐度我感觉是起飞了 相对于他的全画夫三兄弟 光孔全开时 在中央锐度上可以说是单飞到了风神镜 而且在对焦变换的过程中 纵向色散的紫红色和绿色相对于三兄弟也有了质的飞跃 在实拍中背景高对比度线条等绿油油的香边几乎看不到了 如果你是在T2使用 那解析度和锐度都到了复古变形镜头玩家无可挑剔的地步 和雷姆斯三兄弟相比 35的捅形形面可以说是捅出了新高度 以至于我个人都感觉有点太捅了 过于捅 那就算放大1.5倍到APS-C的范围 两边也很捅 捅变伴随的就是严重的长曲 关于这个长曲使用大将激光雷达的射手要小心一点 如果你的镜头标定是在正中 那比较近距离对焦时 只要人物没在正中 可能就达不到比较满意的合胶程度 比较小一点的光孔能够弥补这些问题 而且雷姆斯三五能够找到焦点的区域 貌似被限制在了这个绿色的区域以内 再往画幅的外面走 不管你如何对焦 基本上都是糊的 这些糊的区域就属于氛围烘托区 而且你把物体放在这些区域 压缩形变也会非常明显 所以最好避免 那统变比较明显的镜头有一个好处 就是如果你把人物放在靠近中央的位置 会有一种pop突出的感觉 立体感 雷姆斯三五的虚化光斑和他的三兄弟差不多 没有太规整的椭圆光点 但是拉伸还是非常明显 背景的虚化的瀑布感还是很强 强到我认不出他是1.5倍压缩的变形头 那只是由于背景的设厂控制的比较好 那背景看上去比过去的三兄弟柔美了不少 很多老镜头变形头近距离对焦 美如画但远距离对焦烂如渣 雷姆斯三五的远距离深景深对焦 没有任何妥协 锐的一逼 只是氛围烘托区域 你要稍微容忍一下 那重新以后 雷姆斯的标准光运都是无色 或者说银色 我感觉更接近于光源的颜色 蓝色和橙黄色好像成了选配 那相对于三兄弟 雷姆斯三五的拉丝 我感觉提升了很多 至少很容易拉丝 雷姆斯三五作为超三五镜头 它的覆盖面积到底如何 首先在科莫多上完美覆盖 甚至看不到明显的暗角 你看我视频中的暗角可能都是我自己加的 而在16比9的全画幅传感器上 它的两边会有黑边 因为在3比2 36x24毫米的全画幅传感器上 视频模式下使用的面积 大概是36x20毫米 只有松下的开门模式 可以使用全部24毫米的高度 那在1.5倍拉伸以后 就变成了2.7比1 当我们只需要2.4比1的常见画幅时 两边需要做一点点裁切 经过我高等数学大佬 一天一夜的运算 我们大概需要镜头可以覆盖 32x20毫米的区域 比如32x1.5除以20就是2.4 2.4比1的Cinema Scope 只要能够覆盖这个32x20毫米的区域 1.5倍压缩的变形头 你或多或少都能称它为全画幅 变形镜头 而36除以32大概是1.13 我们放大113%等于脸边裁掉一点点 雷姆135也并不能覆盖全画幅 而且雷姆135的最窄视角 发生在最远和最近的对焦 那我这个例子大概是接近非常近的对焦了 如果在最近的距离 黑角应该会更多一些 所以雷姆135是一根不折不扣的超35镜头 但它已经非常接近全画幅了 如果稍微修改一下 后果不堪设想 那在索尼的机器上 比如FX3 使用清晰影像缩放功能 大概在1.2倍靠近1.3倍的单位是完全无按角 和雷姆145相比 它的视频就算放大1.3倍 视角依然要更宽一些 光孔更大 中央更锐 射闪更少 不能再说了 老板要垂死我 445其实也是非常优秀的镜头 毕竟全画幅抵达一级压十人 那雷姆135可以说 唯一的遗憾 依然是没有那种大光板 孔雀与彩虹圈等等 比较有特色的光运 但如果它把这些最后的拼图也完成了 那它的性价比基本上就做到了天花板 那至于这根镜头多少钱 我正好没有一个准信 反正会让你们喷水 那布雷泽这次民中表示 未来会有更多焦断的雷姆斯镜头 但就全画幅而言 我觉得光虹吧 大概就是G2到T2.8 我倒是希望雷姆斯一股做起 出一组超35T1.6的镜头 比如说24,35,50甚至75 那富丽莎,索丽莎,柯丽莎 甚至爱丽莎都能用到虚托 那在变形头上 我真的不喜欢用真光剪焦环 框量的增加 很多瑕疵会被继续的放大 但比较有趣的是 筒变的雷姆斯在真光剪焦以后 筒变就没了 你如果你想天然的消除筒变 你可以试一下 在大将的Focus Pro发布以后 我卖掉了不少机器 现在每天都在翻科姆多的牌子 那那一本是35成了挂机头 1.5倍的压缩 抵消掉了部分科姆多 1.33倍的画幅等效系数 加上两边的一点点裁切 实际视角大概是接近 35到40毫米左右的 全画幅球面镜的水平视角 那属于挂机头中最甜蜜的焦段 我是喜欢的不得了 希望超级爽的老板继续为我们送出 高兴加笔的镜头让使者们继续亢奋 毕竟摄影是一门用光的艺术